在生活上,沒有人會拍幾下,自己就是要接受所有的面對 我孫子都在高雲 大概都在八點外,就在台灣包 都很親切地問好 剛開始沒有替大衣,我都是自己出門 可是出門需要人家幫忙的時候,你找不到幫手 還有替大衣,他貼心的服務,你就會覺得 可以到處去看看,你就比較放心 像我開始有替大衣來的時候,像有時候要去台北永遠就醫的話 就不用家裡人陪著去,就等於說減少了我家裡人負擔量點 我是第一次到他家的時候,那時候的心裡的感想,感觸很深 他行動不方便,對一個行動不方便的人,你知道生活有多苦嗎 那個時候好在,那個醫政署推動了上台退伍,全班他們生活的協助計畫 但我有這個機會,來跟他,就是說跟他講這種訊息 那再經過由那個醫政署的協助,臨選具有專業 有那個愛心有耐心的義男來協助他這樣子 謝謝 感谢观看